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故事内容其实是讲一段关于初戀的分手故事 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很悲惧的情歌 但其实也是一首很私人的作份 因为这首歌的歌名 《永尚街39号》是我小学的地址 为何我会用这一个街名 因为这首歌说爱情的遗憾 究竟是好的遗憾还是坏的遗憾 而且究竟你爱情的初冲是什么呢 我回想回我戀爱的初冲 我就想起我的初戀 我的初戀就是在小鹿的时候 在录音的时候 我不断在脑海里面呈现了小鹿的画面 就是小鹿和初戀之一的一个画面 是同班同学来的 所以很想用小鹿这个Puppy Love的初戀 去带出爱情的初冲或爱情的遗憾 教主和Hana都算是老拍档 有了上一次不可爱教主的经验 再度合作变得更有默契 但今次MV剧情就大反转 不再是女追男 而是变成Hana狠非教主 今次是特地想找回Hana 因为感觉好像是一个不可爱教主的第二个围到 或者第二个时空之下 两个人的一个恋爱故事 所以今次的一个小剧场 就是我的初戀情人就是Hana 跟我讲了分手 今次讲完分手之后 我们一起养那只狗 养这只狗 还是否养这只狗 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有一些情绪 也会想起以前一些很甜蜜的画面 最后就决定 我也是继续照顾这只狗 因为照顾这只狗 是代表虽然我没有了这个情人 但它永远都会留在我心底里面 所以照顾它就代表 我仍然拥有着这一段回忆 我都很珍惜这段回忆的感觉 和小朋友或者动物演戏 一向都是高难度挑战 今次教主就遇着狗仔忌廉 他们在MV里面有不少互动场合 连教主都被它融化 赞它好乖好打意 很多狗仔会很好拍散步 又或者 未必会 即任我都不生气 因为我都见过有些狗 是摸摸摸摸摸摸摸多些敏感的部位 它会突然间很不开心 很不喜欢 但是其实忌廉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是和他吵架 他也会肯吵架 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所以他已经很聪明了 但是刚刚拍的时候 就有一些很尴尬的画面 因为不知为什么他突然间 本身我和他相处得好好的 但是不知何一拍摄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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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突然间突然间会震惊 突然间有一个很震惊的反应 我完全不知为什么 他已经尽力了 听完永迅街39号 希望大家可以和教主一样 坦厌怀抱对爱情的遗憾和初衷